救国团花联系团委会本着关怀理念 3月6号在万荣乡救国团会长林良健 率领着团员前往万荣乡境内部分 有瘫痪或者是肢体缠障家庭来进行关怀 希望可以减轻照顾者家庭的生活负担 也把爱心物资散发到偏乡角落的每一个弱势家庭 万荣乡救国团会长林良健 家住在万荣乡明丽村 过去在空军部队服26年 并且在110年退伍 而且在111年1月23号来接任万荣乡救国团会长议职 2月底经过联系花联山山关怀结会理事长林淑敬 期盼能够募得社会各项爱心物资 以捐赠万荣乡境内部分有瘫痪或是肢体长症的家庭 借以减轻照顾者家庭的生活负担 理事长也非常愿意协助本乡救国团同委会 并且希望能够透过万荣乡救国团的爱心物资 能够帮助万荣乡偏乡或者家庭有肢体障碍的家人 能够捐助一些物资 然后减轻他们家人的负担 希望能够以小爱换大爱的精神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而在3月6号约7点的时候 一早万荣乡西林村部落集合 约20份爱心物资发送到残障弱势家庭 这次也感谢本会会长联络租长谷爱之 以至在学的恩义们陪同协助 借以从小认识救国团为国服务的理念 以及培养社会服务的态度 并且了解社会中有很多比自己更辛苦更困难的家庭 期盼能够反思自己在生活中更应该懂得珍惜以及感恩 同时也感谢陪同参与发发物资的成员 也谢谢万荣乡救国团所有的成员的支持 大家继续努力 记得就关于万荣乡的小伙道